经常玩病患的你可要小心了 如果说开局屠夫林比较远 但是你还是感觉到心跳了 那么他很有可能就是红蝶 因为红蝶就是你的客信 他就喜欢杀病患 因为他的激动性很高 就是克制我们激动性很高 我们的话一个钩子 他由蝴蝶就立马就跟上 所以说他就比较克制我们 那么我们怎么遛他呢 其实比较难遛 当白板然后钩子的话用来拉点 这把他可以学习一下 一个蝴蝶串的一个拉点 开局的话抓不到 后面的话鬼跑了 那么我们必须把鬼勾引回来 不然的话怎么给他展示素材呢 是不是啊 然后这边薄弈的话就很赚很赚 非常赚 然后这话立马提前交钩子 这样的话点位拉得很开 而且拉带点的话把蝴蝶给吃了 这样的话他就无法快速贴近你距离 所以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点位 呃 走了 他喵的这个病患是 快去开机 今天来不及了 另外有小可爱需要上分打排 这话也可以找我 人多百分之十的都可以接刀 装墙 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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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啦来 来哈喽 哎 这个刀器有人都过来 都把他堵在这 这个吃刀加加飞轮 好亏啊 哎呀 烦死了 你们怎么扎堆扎堆刷过去 气死了 不能拉 到他 哎 这扯人 半血 你不扯 你还在等什么 他是什么 他是精神吗 你还在等什么呢 咱请问一下我们队友呢 一个都没有了吗 这两个队友干嘛 确实我很好奇 跪下来之后人都不见了 你交过了 一直 按追了 打来不及 来不及吗 哎 把他造瞎了 你直接开吧 直接开吧 没办法直接开了 开了 开了 直接开了 我去翻箱子吧 他记者可以死 他说我不能死 他回首了 有十三加翻了快 直接开 他直接开 一根针 靠了一根针啊 应该点门够了 再见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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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